好 回到最後一集是Belly晚布 我中間坐了大家都熟悉的 雖然戴著口罩 我們的特別嘉賓 不是榮祖兒那一首 就是Eric Lam 就是Lighthouse移民顧問公司的老闆 老闆 老闆 從事移民業務 都已經超過十年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講這些移民之前 大家要小心 我們不會鼓勵別人走 但是純粹是一個 人有很多選擇的 就算在香港最好的環境的時候 即是股樓提升 就業 零失業也好 都是很多人會選擇自己的生活 就好像在上個月 三萬七千多人來港 OK